世界青少年发明展在雅加达登场 台湾46对学生参展的生活画创意发明 共拿下13面金牌 16面银牌和10面铜牌 表现相当亮眼 只要使用上下压 上下移动 这款由阳明国中学生陈彦廷和陈炎荣 结合创意发明的自转式螺丝起子 以气压原理让使用者能轻松锁上 也能轻易松开螺丝 备受评审肯定 在世界各国参展者中 积分名列第一拿下金牌 看到实际回收站里面 志工在拆解录音带螺丝的时候 然后想说有没有一种不用电 然后就可以有达到很快速的效果 而这个防漏马桶水箱的设计 同样也拿下金牌 假设它现在是漏水的情况的话 下半部的浮球就会开始漏水 马桶浮球经过设计改造 浮球可以进水漏水 配合浮球平衡杠杆另一端的砝码重量 马桶漏水时进水开关就会关闭 有效防止漏水 获奖的陈一新说 发明构想来自家里会漏水的马桶 加上工研院报告指出 全台马桶一年漏掉半个石门水库的蓄水量 才让它有了这个设计想法 我们可以借调整这个水平以雨两角气的角度 另外像是调整式伸缩感水平以雨两角气 以不同角度方便张贴海报的设计 和追日植栽模组 能在有限的土地资源里 随处都能栽种植物 学生的各种创业发明 不得不令人眼睛未知一亮 以让台湾在国际舞台再度展入光芒